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讲到关于古代希腊 好那么提到古代希腊 你会想到什么样的一些艺术作品呢 当然我们在这张画面片上 大家可以看到有神庙建筑 然后我们还会看到有雕像 好这是非常著名的 基本上人人都知道的威纳斯雕像 然后这里呢我们还会看到的有女像柱 是女像柱 好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著名的 希腊的艺术作品 那么下面我再给大家展示几幅作品 好我们看这几幅啊 《直田笔者》是不是很有名的呀 然后赫毛的战士 然后赫尔默斯和小九神的雕像 然后还有萨蒂亚 萨蒂亚是一个半羊半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神的 这样一个雕像 好我们这里看到有四尊雕像 好那么下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四尊雕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好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看一下 我们下面还有一张再给大家看几张图片 这是拉奥孔群像 非常非常著名的古希腊雕塑 然后这是威纳斯 然后这也是一尊最早出土的一尊威纳斯 女性雕像 好我们看一下这几尊作品 前面的四尊加上这三尊作品 一共七幅作品 大家看一下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给两秒钟给大家思考一下 好有的人可能会说 它们都是雕塑 对而且都是白色大理石的雕塑作品 确实这是它们的共同点 但是还有没有共同点 大家再想一下 好仔细看一下 它们是不是都没有穿衣服呀 它们都是裸体的对吧 好那么这里呢就涉及到 我们今天会讲到的一个 在古希腊艺术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就是人体艺术 所以我们一提到古代希腊雕塑 我们其实完全就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 就是关于人体艺术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因为所有的古希腊雕塑 基本上都是不穿衣服的 所以裸体的人体艺术 是我们一定要会涉及到的 好那么在第一次课 其实在谈艺术的作品的时候 我们就要谈到关于人体艺术 它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去讲到的一个话题 因为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当代社会 我们可能会觉得面对人体艺术 我们已经有了很高的开放度 然后包括美术学院都有人体课 然后人体摄影等等 然后包括在很多的画展中心 我们都会看到男或者女的人体艺术的作品 我们看似好像是一个很开放的 这样一个现代社会 可是真正来说 我们如何去欣赏人体艺术 其实这里面会有很多的 可以让我们思考的一些话题 那么首先我想给大家看一句话 这句话呢是蒋勋先生 他是台湾的一位非常著名的美学大师 然后在2018年6月 他在大概好像我印象中是在上海 然后有一个他的个人的画展要举办 然后在画展之前 有一位记者对他的访谈里面 我看到有这样一句话 蒋勋先生说 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太恐惧太害怕 好 当时这句话呢 其实是引起我个人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共鸣 然后包括我们上一次课 在讲到走进课堂之前 我们在讲到一些无关感受的 艺术作品的这样的一些 无关体验的时候 那我们当时提到眼耳鼻舌生意 那么在身这一块 我们提到身是跟触感有关的 那么当时呢 我们会提到关于这个接触 我们是从牵手 从握手到牵手到拥抱 然后再到进一步的 我们彼此之间可能恋人 或者说是朋友 都会有身体触碰 然后包括我们还有和小动物的 身体触碰这一块 所以对于这个身体的话题呢 我们上一次会提到了一点点 但是呢 其实会看到 我们在一提到关于身体 关于我们自己的身体 或者是别人的身体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担心和害怕 那么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如何看待你自己的身体呢 因为提到人体艺术的时候 我们老代理首先冒出来的是 放在展厅 或者说放在画展墙壁上的那些作品 油画作品也好 雕塑作品也好 可是你看到这样的一些人体作品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欣赏它 所以这里面就谈到一个 你对身体是如何看待的 你对人类的身体是如何看待的 好 那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身体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里看到 如果你去看其他作品的身体 那我首先就问一句 那你对你自己的身体如何看待呢 好 当我问到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会有一种 他其实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自己的身体 就是他不容易觉察到自己的身体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平时的衣食住行 我们其实时时刻刻这个身体 都和我们在一起 它就好像呼吸 我们总是要呼吸空气里的氧气等等 可是我们对于这个空气 我们其实不太感觉到它的存在 或者说我们觉得它的存在 只是一个理所当然 我们不会去注意它 那么就像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体 其实我们身体 我们是身体支持我们 去做了很多的活动 包括衣食住行的吃饭等等 运动 然后包括我们的 承载了我们的情绪等等 但是其实我们很少去留意 我们自己的身体 可能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会比较注意 我的身体怎么了 那个时候你会关注自己的身体 可是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会问一下大家 我们对自己的身体 你到底是如何看待的 因为如果你不清楚 你如何看待你自己的身体 你如何知道 你怎么去看待别人的身体 你怎么去看待艺术作品里的 那些雕塑和人体艺术里的作品 所以说我们首先提到的是一个 我们对自己身体的理解 那么我曾经在我们的课堂上呢 做过这样的一个 就是有一次我在讲台上 从讲台上走下来 走到教室中间 走到同学们当中 我做了一个现场采访 我说当我们提到自己的身体的时候 请大家首先 就是第一秒反应 第一秒的反应 你说出你身体的三个 你最喜欢的优点 然后我当时现场就马上就把话筒 递到身边的一些同学们 然后让他们马上立马说出来 然后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 当我要求他们说出自己身体的优点 并且是很快地不加思索地去说出来的时候 它其实有一点点困难 有的同学他要想一想 好 有的同学当时会说 我喜欢我的眼睛 因为我眼睛很大 然后有的同学说 我喜欢我的皮肤因为比较白 然后有的同学说 我喜欢的是我的头发 我的发型或等等 这都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好 结果当时我就又说了一个 我说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换过来 我说请你说出你身体的三个缺点 你最不接纳的三点 结果我发现我们下面的同学 我采访了一遍 结果他们很快就可以说出一长串的缺点 他们对自己的身体的缺点比优点要清楚太多太多 那么这说明了一个什么现象 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体 其实是非常的不接纳的 所以这也是蒋勋先生为什么说 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太恐惧太害怕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大街小巷 非常多的一枚整形 有非常非常多的整形机构 然后其实我并不是说改善自己的容貌 然后使我们的身形比例 包括我们的容貌更美 这肯定是没有什么错 可是实际上在我们整个的社会的追求的一个价值观里面 到我们过度的去追求一个整形 因为我们会听到有一种整形上映 对不对 包括微整形也会上映 然后实际上包括日常生活当中的化妆 凿妆等等 我也觉得出门的时候化一点妆是比较舒服的 但是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发在朋友圈里的自拍 有很多人在朋友圈里发自拍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有美颜功能 那么你会选择这个美颜的度数 这个美颜度是有多大 像这个所有的这个背后都反映出一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脸孔 包括身体 我们其实不太接纳 所以我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现在当代 其实是一个对人的身体极度不接纳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身体都非常的挑剔 不能接受我们自己 因为每个人 其实可以说没有人是完美的身体 包括那些时装模特 包括那些看上去非常靓丽的演员等等 那么他们都没有办法是有一个完美身体的 可能有的人五官长得很好 但是他的身材比例可能会有一些 我们不太清楚的一些不完美 其实每个人都没有那么完美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去看 我们去如何真正的去欣赏人体艺术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 古代希腊雕塑 至今都被誉为是人体艺术的鼎盛期 那么古希腊雕塑是在3000年前 就已经产生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 等于会看到的很多的古希腊雕塑作品 都是3000年前的作品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到人体艺术 认为他的鼎盛期是在古代希腊 而不是我们现在当代 这就是一个很令人思考的问题 那我们就要去想一想 古希腊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身体 然后我们现在当代人又如何看待我们的身体 什么原因我们现在当代 无法创造出超越古代希腊的人体艺术作品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探讨的这样一个话题 所以说当蒋迅先生提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内心我真的其实是有太多太多的感触 而且蒋迅先生也曾经提到过 因为他自己是这个大学的 曾经当过这个大学的美术的系主任 然后在他教授这个人体艺术的这门课程的时候 因为他要教人体写生课 他就对他的学生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也就要求他们每个人除了在期末教的作业里面 除了是画那些人体模特的那些人体作品之外 每个人都必须要教一个 他们对他自己的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写生作品 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做这样的作品 然后蒋迅先生因为他本身也是画家 然后他就提到 他自己这样去要求学生 那么他必定他自己要画自己的人体 那么他在讲他在画自己的人体的 对着镜子画自己的人体画像的时候 他说他画得快要晕倒 这其实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你会觉得他是画家 他已经画了那么多人体 他已经画了那么多的 见过那么多人体模特 为什么他在画他自己的时候画得快要晕倒 大家看到 当我们面对自己的一些东西 包括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情绪性格 以及身体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多少的接纳度和宽容度 来面对我们的身体呢 所以在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也想问一下大家 当我刚才讲了这么多 关于自己我们人的身体的这样一些话题 那么我想问一下 现在屏幕面前的同学们 你如何面对你自己的身体 你对你自己的身材比例 整个你的身形容貌 你是一个怎样的看法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好那我们就再问一个 当我们洗了澡以后 还没有来得及穿上衣服的时候 如果面对镜子 你面对自己的身体 你的感受如何 好我这里提到的是感受 我们在上一堂讲五官体验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提到的关于感受 五官感受 好那么这是一个视觉感受 对不对 你看到镜子 你的你自己的身体 你的感受如何 那么曾经有心理学家呢 做了一个实验 也就是当人在面对自己的裸体的时候 我们人最容易有的情绪是什么 就是羞耻感 羞耻感是排第一的 就是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 我们看到别人的身体 其实也会有不好意思 然后我们看到自己的身体 可能会更不好意思 而且我们随着我们的 有很多的挑剔评判 都会在看到的那一刻产生 我可以说在我的朋友里 很少有可以对 面对自己的身体的时候 他发出非常的赞叹赞美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非常非常少 其实包括我自己 我对自己也会有很多的挑剔 其实我在讲这样的课程 但是我可能是实时觉察的 我又在挑剔我自己了 我对自己会有一些评判 这样子 好所以大家看一下 就人在面对人体 人在面对一个不穿衣服的 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的身体的时候 那么羞耻感是非常自然的一种状态 但是我们通常我们不会觉得 这个羞耻感很自然 当然会觉得不好意思 但是马上我们就会有些评判 然后身材比例不好啊 哪里不够宽 哪里不够窄啊 哪里不够瘦啊 然后我们很多的评判 就会由此产生 好那么蒋新先生 回到我们刚才讲的 蒋新先生在要求他的学生 每一个人都要画一个 对自己的人体的画作的时候 当时他们班上呢 就有一次有一个学生举手 他说老师我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作业 为什么 因为那个学生是残疾 因为他是残疾 相当于是残疾人 然后呢大家就默认了 就说好 那么他可以不教自己的人体的作品 人体画作 然后最后在学期末的时候 最后一堂课 大家呢就都把自己所画的 这个人体画作拿出来 就是大家一起来 这个评审吧 相当于是展出给大家看 然后最后在结束以后呢 大家以为这堂课就结束了 然后结果那个残疾的学生就举手了 他说老师 其实我也完成了这件作品 你们要不要看一下 他真的非常勇敢的 去画了自己的人体画作 而且他甚至勇敢的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要把这幅作品展示给大家 然后当他把他的这个作品展开以后 所有的人都不出声 没有一个人讲话 然后我当时听到 蒋新先生在描述这一段的时候 他说接着就有女生开始哭 他们会非常非常感动 感动到掉泪 所以大家去看 这样一个这个残疾的学生 他要在面对自己的这个残缺的这样一个身体 然后并且把它画下来 最后他画的好像印象中是坐在轮椅上的他自己 然后这个过程非常的感动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面对过去多少 他对自己这个身体的不完美的缺陷的 这样的一个 他要去接纳这个过程 而且他要把它画出来展示给大家 所以他对于他自己来说 其实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自我接纳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所以其实我当时听到蒋新先生讲这一段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到底有多么的害怕 这是我们要从今天开始呢 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下面我们看一下 我们既然讲人体艺术 我们就提到了关于身体 那么除了完美的身形比例 身体美学里还有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所有讲的 不管我们做挑剔也好 接纳也好 我们其实在看到的是一个视觉的 对于人体的这个完美比例的这样一个追求 包括我们在很多的艺术作品里也会这样 因为我们很多人他会觉得 当我看到一个非常完美的 比方说摄影的人体作品 结果呢 突然就他会产生一个什么感受 他会觉得哇 这么完美 这么漂亮 可是我没有办法是这样 可是就显得好像我更差 然后所以很多人看到这样作品的时候 其实对自己的这个 这个评判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我形容这种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好的 或者说不健康的一个 鉴赏的过程 如果说我们在鉴赏一个 优秀的好的人体作品的时候 我们只是看到对方的身形比例 有多么完美 同时在批判自己有多么的不完美 那么这叫什么鉴赏呢 或者说这根本就不叫真正的鉴赏 也不叫做欣赏艺术作品 所以艺术欣赏的作品不是这样一回事 那么这里他 我们就看一下 身体美学里还有一些什么 除了身形比例 好那么这里呢 我就会给大家提到一个人 好 这一位舞蹈家 他叫做伊莎朵拉 邓肯 大家看一下他的生活年代 他是1877到1927年 他其实是真的是早已去世的 一位非常著名的一个舞蹈家 那么这位舞蹈家做了什么 那么邓肯呢 他是第一位 第一位在舞台上 他可以脱下舞蹈鞋 光着脚 用自己的身体的自然的流动 去和音乐的这样一个节奏 融为一体 然后当他听到音乐 他实际上就是 他在和这个音乐已经融为一体了 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身体舞蹈的 这样一个能量 所以为什么他要脱掉鞋子 他要脱掉鞋子 然后这里我再给大家看几张 好我们看这一张 这里呢我选取的都是 邓肯在舞蹈的时候的照片 这几张照片 然后我们大家看这一张 我们看到背景 就是一个古希腊雕塑 然后他在模仿古希腊雕塑里 人的这个姿态 但我们看他们的身体 非常的舒展 他非常的舒展 然后我们再看这一张 大家去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人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姿势的时候 他做出这个姿势的时候 你觉得他的心灵是不是自由的 还有这几张图片 大家看一下 这一张图片看一下 所以在这几张图片里 我们会看到的是一个身体跟随着音乐 或者说也许这个时候 也许没有音乐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在看这些图片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听到音乐 但是我们看到那个身体 非常舒展的这样一个自然的一种身体的流动 它并不是只局限于一个完美的身形比例 那么我们会看到一个就好像是 这个身体和宇宙和自然是一个合一和一个非常舒展的姿态 所以这是身体流动产生的一种律动的美感 是一种律动的美感 所以我形容它是一种自然流畅之美 那么在我们的身体里我们可不可以体验到 我们每个人你可不可以体验到你自己的身体有这样的一种流动感 你在看到一些非常漂亮非常棒的这样一些 不管是舞蹈或者人体的这样的一些艺术作品的时候 你就会体会一下 当你去模仿这个动作 或者当你去也做到把这个动作这种流线 这种很流畅的这种能量的体现 或者说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这种流动状态的时候 你的心理感受是舒服的还是不舒服的 是美的还是不美的 所以在人体艺术里面 其实不仅仅只是我们视觉所体验到的 这样这样的一种比例和谐之美 因为比例和谐之美 其实有一个最美的就是黄金分割比 那个是视觉的一个比例和谐之美 可是我们看到自由的身体的舒展的流动 那么身体的所带来的这种韵律感 然后我们现在的很多同学 可能很长时间在面对电脑 然后加上疫情 我们也很少出门 可能我们宅在家里的同学是非常非常多的 然后一天里面我们可能很少去 有意识地去运动自己 包括我现在在说这个过程的时候 你活动一下你的肩膀 你活动一下你的颈椎 包括头部 你觉得它的姿态是不是舒展的 还是僵硬的 如果是僵硬的你可以动一动让它舒展开来 好在这个舒展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体会到身体的美 身体的韵律流动运动的这样的一个美感 所以这是我们刚才提到 我们说身体的除了自然的 除了完美的身形比例之外 我们还可以体会到一些什么样的美感 所以说在身体美学里面 其实我们能够体会到的美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我希望在这一块呢 大家可以多做一些探索 多做一些探索 好 那么这是今天呢 在我们讲到古希腊雕塑之前 我们就提到的关于身体美学这一块 我真的把这一个主题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样一个主题 我们是很简单地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 我希望以后大家真的在这一堂课结束以后 你可以更多地去体会到 你的身体的韵律之美 而不仅仅是因为我身形比例不够好 我的腿有点短 我的胳膊有点粗 然后我的身高不够高 可是呢 这个是爹妈天生的对不对 这个是天生的 可是在此之外 你可不可以对你的身体的 这样的一个活动和韵律 然后对你身体的这样的一个 舒畅的之美的这种感受 你可不可以体验到 好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一块呢 在今天结束以后 可以多多地去体会一下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课 这一堂课呢 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